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世上最奇怪的一种人叫朋友 略得些名利 朋友全来了 略咳嗽一声 朋友又全部散开 意随远 不宜花太多精力追求 人哪 贵自利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 一书的作品 韩武记 今晚和大家继续分享 西阿荣博刊部的作品 此地化开 从小到大 心向佛法 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乐 然而 归一三宝 并不意味着生活从此安全无忧 脚下从此不会踩空 也不意味着 只要我们愿意 随时都会有人出来 替我们搞定麻烦 我常想 心向佛法的确需要胆识 佛法不向你承诺安全感 或者确定性 事实上 事实上 他恰恰要打破你对安全的幻想 归一三宝 说明你决心 无惧地面对生命中的一切 不再寻求慰藉 寄托 寄托 照顾 除了切实的经验当下 不再企图另寻出路 藏文中 佛教徒一词的意思是 内道者 即向内观照 从本心而非本心之外 找真理的人 在我们这个炫耀攀远 追求散乱的年代里 静默 洞察力 内省 这样的词 让人感到陌生 毫无吸引力 而佛法一切修行的基础 恰是正念 即贴近自己的身 语 意 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觉察 刚接触一件新鲜事物 人们总会感觉振奋 学佛也是这样 尤其当你获得一些 心灵启示之后 你的心里会充满着期望 学习静坐 念诵经咒 饮食有节 起居规律 你相信 生活从此有条不紊 目标明确 修行将不断地进步 连觉悟都似乎指日可待 不过 很快你就开始失望了 生活的不确定性没有减少 你也没有变得越来越好 相反 你发现自己在修行中 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 正念的训练 让你和自己面面相趋 无所适从 难道 这就是修行吗 修行 不是一场魔术表演 从头到尾都让你兴奋 惊奇 目不暇接 它也不是逃避日常琐事的盾牌 因为它可能比你企图逃避的日常生活 更加琐碎平常 修行 修行的目的 不是完善目前的生活或者美化自己 如果是这样 佛陀当年大可不必舍弃王位出家 他从小生活在父王为他弃柱的高墙之内 锦衣玉食 不知痛苦为何物 然而 当他偷偷跑到宫外 看到生老病死的事情之后 就决心不再自欺了 修行 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 而是不再自欺而已 一旦开始修行 你就会发现 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多么的无知 无时以来养成的习惯 让我们很不喜欢单纯的和自己相处 保持清醒和觉察 是一件相当辛苦的事 因为它意味着 在任何情况下 你都不评判 不稀记 不回避 这简直让你感觉走投无路 可是 觉察 还不止于此 你还要清清楚楚地 看着自己 是怎样试图寻找退路 出路 却无果而终的 说实话 对于刚刚踏上修行之路的人来说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并不美妙 以前 当你不痛快或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焦虑 尖刻 牵怒 自责 可以吵闹着 把周围的空间填满 可以不理会真相 而只沉浸在情绪的发泄之中 而保持觉察 让你认识到 这一切都无从做起 自古以来 追求精神修养的人 都需要具备一种品质 那就是 忍辱 忍辱 在现代人的词典里 似乎与 怪僻 自虐之类 联系在一起 所以 大多数人 都不屑于有这种品质 但是 从修行的角度看 忍辱 只遇到情况 不急于做出反应 不急于逃避不安 寻找安慰 而是放慢整个事情的节奏 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去观察 去感受 让自己可以看清事情的原貌 而不是被冲动 牵着鼻子走 这有时 也被称为是寡欲 或者 甘于寂寞 持续的觉察训练 会让我们逐渐习惯这种 不赢不惧的做法 期望和恐惧 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 有期望 就会有恐惧 而回避 则会加强恐惧 不赢不惧 使我们放松下来 这时 我们才更有可能 瞥见一切思想行为 一切欢喜 哀愁背后的 那个东西 人们 人们爱把生活 弄得拥挤而热闹 忙得团团转 以免和自己独处 心向佛法的人 却是决心 要和自己亲密相处 修行的过程 毫无疑问 会充满挫折 每一个修行人 都会一再失败 一再跌回旧的习气中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一辈子 都在精进修行 不放弃 也不逃避 感谢三宝 持续给我们 以启发和勇气 否则 我们无法坚持 皈依 不是修行的起点 它是整个修行 从前 现在 过去了再 不落 红红落叶 仗卖 尘土内 开始 总结 总是 没变过 天面 铃泥泥泥泥泊 在百云埃 富海 喜爱 监 在世间 难逃 冰冰 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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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我爸爸的节目 点赞订阅哦